人间富贵花间路 纸上功名水上殴 诗人提诗 感叹富贵功名 向落花流水 犹太历史 有一位智慧的王 他昌盛时 享尽人间富贵荣华 他说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当他年老时 才发觉 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最后他总结说 人所当尽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今日的世界 几百个宗教 几千个神明 到底哪一个可信呢 如果用心考察 普天之下 除了耶稣 谁还可以是神 童真女怀孕 死后三天的复活 只有神才有 这个权柄和能力 如果耶稣 没有复活 人们所传的 都是徒劳 所信的 都是枉然 都是虚空 公义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神差派耶稣降世 十字架上的赦罪 永生的应许 表明神的慈爱 与诚实 耶稣说 我来本不是要 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